本期我们来学习如何在PPT中快速制作出这样的墨迹效果图片 在页面中插入一个大写字母埃 适当放大字号 然后将字体改为RoadRage 打开iSlide设计工具 将字体进行矢量化 这时候字体已经变成了一个矢量图形 接下来开始复制粘贴图形 组合出自己想要的墨迹造型 全选所有的图形 然后选择形状格式 合并形状里的结合 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墨迹矢量图 打开形状格式选项 选择图片或纹理填充 选择一张合适的图片插入 这样一张好看的墨迹图片就制作完成了 其实像这样的墨迹效果图片 还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实现 比如我们可以利用 PS AI等第三方软件制作好图片 再插入PPT 也可以直接使用墨迹水量素材 给素材填充图片来实现 在iSlide插图库搜索下载墨迹素材 直接填充图片就好了 本期视频还给大家准备了70页的墨迹素材效果模板 供大家直接下载使用 XD 感谢观看